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同志朋友 这个民间是五一劳动节 大家修饰了 那不管怎么样 你先加入我们LINE 这个小老鼠YES528 那昨天叠十几点 大家吓得要死 因为很多股票都中错了 一些贵买 已经贵买都涨上来了 那我今天还是老花去去 怕怕没到店 敢给你去买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那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是买在最低点 像3324的双孔好了 这个双孔好了 双孔事实上昨天是绝加买点 这是双孔 昨天是绝加买点 照理说季仙是买点 这次有点小蜡茶 小蜡茶是我说的 我们买在这里 当然 事实上你说这个K线放大 这边是没有差很多 现在慢慢涨上来了 这个叫美食 美食这一两天 是外资买超的第一位 再贵买是买超第一位 我一点不怕 我有跟他讲说 我不会担心这个 至少我如果要卖也是要 摊上来再卖 因为回档那么多了 事实上很多啊 很多股票都突然间回档这么多 你看这个 这个叫做励志 它可以这样 然后几天之后回到 就大学原型 这是散热的 所以这种就风险比较大 它涨的速度快 风险浪 可是3324的双孔这种 它是稳定性的 拉维的弧度也不会特别大 3017的起孔 有没有 你看今天也是找超红棒 这是红棒 这长线都是看多的 为什么昨天大会他们担心呢 因为这个市场上传言很多 大家认为说台北股市就要面临 什么什么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啊 跟大家讲一件事 大家现在 大家不要去管那个 你看那个双孔也好 或者旗孔也好 还有美食也好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重点 就是说 他们都是外资买的股票 好 我说过 这是今天加钱指数的月限 这是月限 加钱的月限 四根猴抱 我把它称为叫四手猴抱 你看喔 这里喔 一二三四 它继续长 继续长 这是月限喔 又长了三个月 再一二三四 又长了一二三四 五到六个月 那这里就不是四手红盘 这里就不是了 这是月限喔 这是月限喔 你注意看喔 你看这个月限很奥妙喔 你看 四手红盘 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好了 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有没有 你看一下喔 你看喔 这里不是 这里是喔 一二三四 还多长三个月 这里都不是喔 这是月限喔 这是月限喔 四手红盘喔 你看喔 这都不算 所以它就这档整理 这一二三四 又长了一二 两个月再整理 事实上这不止 这个月也是 那一个月是长的 没有什么算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二三四 它是再长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 那这里不算好了 在这里再四手 因为黑棒嘛 一二三四 那这里就多长一二三四五 五个月 然后这里就不算了 那这里都不算 这里都不是 都不是 那去年大跌 大跌 去年这个十二月份 大跌啊 它是一个月跌完 所以它不是四手黑盘喔 它不是四手黑盘喔 它是两手 然后隔一个红盘再一手 那今天这个 今年的元月份 开始一二三 这四手红盘 就走到这一块 那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 四手红盘 再长两个月三个月 也就度过了盘中 转这个 波段时间波转折的 要翻空的点了 你说五月有看不看好 当然看好 当然看好 明天早上 苹果的财报 如果公布的话 当然看好 目前公布的都很好 所谓多少 就是说 本来预期是很差 公布之后 比预期好 就很好了 经济基本面 是在复苏的 联组会 搞不好会降息 到年底之前 资金是宽松的 所以拉回早买一点 你今年不要想 有时候会让你小套到的 像这次我就对我的 这个客户蛮sorry的 因为这个 美食没有买在相对低点 但是这里是难得的 可是你这边也没有差多少 不是买在这里 就一万八千里 买在这附近 还好啦 这样礼拜就弹上来了 我不是神仙嘛 但是昨天三三二四 就是相对低点 你看今天还差点涨停 季线很好用的啦 这些我要跟大家讲 观念你如果很清楚 你不要怕 怕怕不中 今天我跟大家讲 这个K线的四 月K线的四手红盘 有没有 有没有 月K线的四手红盘 非常非常 这几年来我都算给你听嘛 就算给大家听 就算这个啊 四手红盘 它也多长了三个月 有没有 有没有 那四手黑盘呢 就长不上去了嘛 这四手黑盘嘛 有没有事 它就长不上去了 还大跌 还大跌喔 四手黑盘嘛 就长不上去了 等到那四手红盘 就长一段了 长一段就是整理完 这里又四手 这里红黑盘嘛 再来十多 又长一大段 这里又四手红盘 当然又要长一大段了 这里跟这里又不一样了 那这里四手黑盘 当然跌一段啊 这里跌又一直跌 一直没有长不上去 有四手黑盘的关系嘛 这样 然后弹上来都是空嘛 这里又跌 这里又多跌了将近千点 这一段 这里啊 这是月线的关系 这也跌了一张千点 所以四手黑盘 反弹都是空点 但是好事 因为它没有跌破这里 所以跌了快些千点 你也不用怕 到后来又开始慢慢走 那四手红盘呢 又长了三个月 这两个月是多头 这里啊 这里不算 这里也没有跌啦 但是这里又是这四手红盘 又上来又长了五个月 然后这里就进入整理区了 然后现在好不容易 进入一个四手红盘 一年 一年才十二个月 有一个四手红盘 今年说白了 滚了 你不用烦了 你通你就通了 我技术面教学不是一天两天的 多少股市我都看过了 好 不管怎么样 这个假日啊 不给大家压力啊 好好的这个休息啊 那么这个才一天的假日而已啦 我们礼拜三 礼拜四再好好来拼 好不好 像这个小老鼠怪 夜市会发 加入我的赖好友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劳动节假日 我们啊 礼拜四再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